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我是沈维彤 今天开始带您关心国际市场 美债值利率再度走高 引发债市价格下滑 而美股主要指数 周一则是呈现强势收红 而且外资对于人工智慧指标业者 挥达信息的财报是抱持乐观 挥达股价周一大涨超过8% 而特斯拉也大涨7% 台股方面加均指数是站回5日均线 台积电开高走低 中场是上涨4元来到541元 而人工智慧概念股依旧是市场焦点 包括伪创 广达 人保 音业达 光宝科 都是上涨 而台股中场是收在16437.61点 挥达公司在公布财报之前 股价就大涨8.5% 也带动美国科技股同步反弹 台积电ADR股价是禁阳1.6% 而挥达股价左右本周大盘走势 美国标普500指数 今年以来的涨幅 主要是来自挥达和大型科技股 带动的人工智慧概念股 投资人将关注挥达的AI晶片H100业绩 分析师表示 挥达目前只能满足5成的需求 而有分析指出 挥达除了取得台积电 今年约4成的COAS先进封装产能之外 包括IC封装测试大厂艾克尔科技的COAS产能 有机会在第三季度上线 有望缓解挥达供应链的压力 挥达本周即将公布财报 而周一挥达股价是再度上涨8% 市场聚焦未来挥达的营运展望 不只是攸关挥达自身表现 也跟台湾供应链是息息相关 我们请教国票投顾分析师周婉盈 今年挥达的股价就大涨超过三倍 而接下来即将释出的下半年运营看法 新鲜的人工智慧产业市场走向 您是怎么观察 我们NVIDIA因为它即将公布财报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场预估最新的数字 我们看到第二季的财报 市场之预期营收会比去年 衰退大概13% 大概到71.9亿元 那每股大概赚1.09美元 那以第三季的展望 这更是市场最期待的部分 那市场预期怎么看 市场预期第三季会比第二季 再成长53.6% 到11.04亿元 所以说就NVIDIA第三季看起来 收会资料中心跟电竞 它确实营收会有成长5成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尤其我们看到以明年资料中心的营收 更是所有产品线里面成长最大的 会比电竞跟车用成长幅度再更大 所以说现在人工智慧 新技术带的商机 确实使很多业者都跟NVIDIA购买 GPU推升它的资料中心的一个营收也上来 光是今年NVIDIA最新一代 H100 GPU出货到全球量就高达55万颗 所以说我们认为说 这个趋势会持续的一个加速 当然等NVIDIA财报公布出来 如果它第三季的展望是比市场预期的略差的话 可能就会让成长三倍的股价会倒退一些 我们就看到底财报开出来怎么样 不过我们以投资机会来讲 我们认为说这一连串的概念股 就以明年都是长线可以去关注的 因为毕竟明年 这整个在高速传输大电流散热族群 都会受惠于大数据 5G通讯 AI这种技术的发展 数据中心因为消耗电能是急剧的增加 那它也需要的确要排出来 并且要冷却这些产生出来的热能 而且资料中心确实现在 占用太多的电力的消耗 所以我们认为可以长线的关注散热族群 如果股价像刚刚提到的 如果财报有不如预期的现象 那不要紧张 就是跌下来如果峰回 那看到呢 这个量能有在恢复的情况 在做分批布局就可以了 周分析是 台湾昨天是公布7月的外销订单 那年衰退幅度是有所缩小 比较上个月是增加8% 其中就不乏有人工智慧订单的益著 你怎么看未来AI科技影响之下 是不是能够撑起台湾ICT产业持续成长 这部分你怎么观察 台湾7月份外销订单金额是477.3亿美金 那年衰退的幅度 确实像您刚刚所说的 他的年衰退只有12% 比6月份 衰退的幅度再缩小了一些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7月份 在机体业跟晶片通路业 他们都接到一次性的大订单 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消费性电子 进入到第三季 有一个备货忘记 所以他们加紧备货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AI科技 的一个浪潮发酵 带动伺服器的需求增加 所以我们像智通产品跟电子产品 都有出货增加的情况 但是也不用高兴的太早 因为我们看到大环境的状况 是不真理想的 因为以我们隔壁的中国来讲 人行多次的降准 还有看到中国近期的数据 都在在显示 经济复苏的力道是不如预期的 另外中国还有房市爆雷 跟金融危机的事件 这都会让台湾外销都能受到压抑 所以我们综合整个情况来看 我们预期8月份外销订单 还是会比去年衰退 而且因为8月份 没有一次性的订单溢注了 可能还比7月份还衰退 所以我们当然是看好AI 持用电子这些的新兴科技 这些会是我们长线的成长动能 但是毕竟 它占整个外销订单的比重 是相对小的 台湾毕竟是高度出口导向国家 就受到中国经济不足疲弱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好AI 但是不用因为AI看得太乐观 我们谢谢周分析师 再来看到软银集团旗下的 晶片设计业者 也就是全球知名细致财 架构大厂安谋 周一21号是正式递交 初步IPO的说明书 预计在9月初 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这有望成为近两年来 科技业界规模最大的美国IPO案 外界预估上市的估值 是超过600亿美元 不发多家科技巨头 可能会参与投资 日本软银集团旗下 英国晶片设计公司安谋 21号正式递交上市申请 9月初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 股票代号ARM 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外界报道 盎上市估值上看640亿美元 有望成为2021年电动车商Rivian 700亿美元挂牌以来 最具价值的企业IPO案 也挑战轿车平台Uber 2019年以750亿公开上市记录 AAM设计的智慧型手机处理器架构 全球市占率超过99% 全球7成的人口正在使用基于安谋架构的产品 但今年手机市场经历低谷 ARM决定跨足汽车和云端运算领域 同时着眼快速成长的人工智慧 外传软银创办人孙正义亲自牵线促成IPO 目前按股份75%由软银集团持有 25%股份在软银旗下愿景基金 上市案可能释出10%到15%股权 外传美国苹果公司南韩三星GPU大厂挥达 英特尔 亚马逊以及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多家科技公司都有意计划入股投资 新台电视池天林审慧同台湾台北综合报道 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是准备在欧洲新建第一座的晶圆厂 选在德国德勒斯登 而究竟这一座欧洲最大全球第五大的半导体聚落 萨克森西谷有何种优势 我们带您了解 德国萨克森帮首辅德勒斯登 是台阶电在欧洲首座晶圆厂的选址地 但萨克森经济首长坦言 德国面临技术短缺与人口下滑 未来10年劳动力将减少20万人 人才荒成为台积电首要挑战 未来也必须要在思考怎么样能够从台湾这边 那么能够挪移出一部分的半导体的人才 到欧洲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建厂的工程 或者是能够跟当地来进行相关的产观学的一些合作 萨克森帮学术部长根可夫强调 愿意调整大学课程配合原权需求 并相信台积电新厂将与原油产业生态系相辅相成 而究竟德勒斯登具备何种优势 让台积电下定决心 新手博士英菲林与恩智普合资在当地设厂 就整个欧洲而言的话 在半导体产业链相对比较健全的 大概就只有德国的德勒斯登 还有意大利的北部地区 如果说在以所谓的工程师的素质 还有工作的态度叫意大利为家 再加上的话其实产业链本身相对完整 然后附近的话 其实还有Global Foundry等等的 今年代工大厂容易构成半导体的停聚效应 萨克森系股是欧洲最大全球第五大半导体聚落 有超过400家厂商 芯片产量占欧盟的三分之一 当地聚集博士、格新、恩智普与英菲林等晶圆大厂 而台积电德国新厂锁定汽车工业需求 选址地离B&W与保时捷锁在地 乘来比锡车程仅需一个小时 离特斯拉在柏林近郊的工厂两个小时 临近汽车工业客户 无疑是台积电一大考量 而德国新厂是否会重现美国工厂困境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透露 人资团队已经在眼里如何应对德国董事会 与工会监督下的人才供应 新唐人亚太电视 之前李肇定律同台北采访报道 数位亚洲国际论坛 今天22号在台湾登场 而各国聚焦 以后数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同时台湾也跟亚太区近10个国家 签署数位亚洲共同宣言等多项MOU 其首各国打造数位信赖的环境 来自亚洲近10个国家 以数位签名的方式 签署数位亚洲共同宣言 链接台湾与亚太区其他国家的 数位科技产业合作 包括日本 韩国 泰国等 需求迎接数位时代的挑战 台湾的过去的工程师也好 软体也好 事实上是非常值得大家信赖的 需要做资安的人 他应该也是值得被信赖的人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 都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来签署MOU 那大家一起往这个数位 更新来的方向来推进 台湾我认为是这个东南亚国家里面 算是比较领先应用的国家 所以他们也很希望来台湾看 然后听 然后分享给我们 也希望听台湾的分享 面对数位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 日本和台湾签署数位技术策略 及资安合作MOU 协助产业交流与借鉴 亚太资讯服务业组织主席 沈博言指出 未来十年AI核资安 将会深入各产业 甚至到民众的日常生活 你可以想象未来十年 可能是一个机器人的社会 或是一个AI的社会 这个背后全部都是软体 那因为AI的部分 其实就把很多应用整合在一起 所以资安是我们另外考虑的层次 同时是保证我们在使用 AI应用的时候能够安全地使用 今年世卫亚洲国际论坛 围绕供应链的韧性精神 进一步推动世卫经济 吸引超过300名相关产业人士 汇聚台湾 切缩交流 新唐人亚特电视 林玉堂 李晶晶 台湾特别报导 日经亚洲报导 今年将有六家公司正在减少投资 包括英特尔 格罗芳德 美光 台积电 SK海力士 以及美国西部数据 和日本凯霞控股的合资公司 十家高阶晶片制造商的投资 比上一年减少16% 至少1220亿美元 是自2019财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也是过去十年来最大下调幅度 投资人本周将密切关注 8月24号至26号 在美国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 市场议测 联准会主席鲍尔演说 将维持鹰派基调 同时试图安抚债市 高盛周一发布报告 称若在9月30号 美国联邦政府 因预算拨款告庆而关门 美国经济将短期内受创 若长期关门 美国联准会11月 更有可能延后升息 知名前亭宝连锁品牌Subway 在今年初宣布求售 外媒报道 Subway预计将以约96亿美元 折合台币3069亿元的价格 卖给私募股权洛克资本集团 新唐人亚台电视整理报道 但依靠今天的产业动态 国内台信金控公布营运表现 上半年税后存益89亿元 年增98.4% 而核心此公司台信银行 从上半年税后尽力达到79.5亿元 年增31%为历史新高 另外工业电脑厂有通宣布 跟六间经销商联手 抢工印度智慧城市等场域生机 而工厂伪创资通推出AI智能助理 配送机器人解决方案 瞄准智慧旅速自动化服务 另外旅行社跟台湾虎航合作 今年12月将推出桃园直飞秋田航班 好 但您关心中国国台办 21号宣布暂停台湾芒果输入 不过数据显示 台湾芒果以内销为主 卖网中国的销售占比低于日韩 销售冲击影响并不大 而农业部也强调 不排除在WTO提出特定贸易关切 一口凤梨果干 一口双麒麟 台南市长黄伟哲与超商合作 北上推销农透产 只是中共在喊出禁止进口台湾芒果 作为台湾最大产地的台南 黄伟哲有话说 港澳地区加中国地区大概是五成多左右 但是这个我们的外销比例只占 我们产量的大概不到两三趴 事实上占的比例不高 我们也会努力的再去做好全球 全世界的行销 国内一年芒果生产量约17万公顿 以内销为主 外销量占百分之二点二 其中外销中国大陆九百三十八公顿 仅占全国产量百分之零点五 以外销局来看 只有171万美元 比日本韩国还低 连两届拿下台南爱文王陈昊的得奖农民说 目前策略是七成内销三成外销 外销的量占我的量大概就差不多30%左右而已 我现在目前都是主供宅备 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外销的话主供权不在我们手上 如果说你做宅备的话 主供权在我们手上 官方数据指出 今年台湾芒果卖到中国 每顿只有1823美元 日本韩国则分别为7930美元 6114美元 是中国出价的四倍与三倍 农业部也呼吁中共回到两岸平台讨论 否则不排除在WTO提出特地贸易关切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豪 郑永如台湾台北报道 中国深陷房地产跟地方债危机 专家指出香港可能被迫救火 下期新闻我们带您了解 欢迎回到新唐人财经新闻 大家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的讯息 首先看到彭博社报导 报告称中国房地产公司 欠各城市数十亿美元 旧社报报导 德国的PPI下降 创下2009年以来最大跌幅 华街日报报导 人才争夺战结束 公司正在削减新进员工工资 另外日本产经新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从24号开始将福岛核电站处理水 排放入海 但您关心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抵达南非进行国事访问 也将参加金砖国家峰会 而会议焦点之一是讨论扩大成员 外面分析 中共将借此抗衡拒期竞争 但有分析指出 金砖合作机制并不是相互信任的联盟 而金砖国家的扩充计划 在集团内部也有争议 8月21号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启程飞往南非 参加于22号 在约翰尼斯堡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 这是习近平今年的第二次出访 也是他五年来首次出访南非 虽为金砖五国峰会 但本次峰会将有包括 所有非洲国家在内的69个国家参加 分析指出 在中共的经济与外交陷入困境之际 习近平希望拉拢更多国家加入金砖集团 以扩大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并在经济上与G7等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进行抗衡 据悉 全球已有约40国家申请或有兴趣加入金砖集团 包括伊朗 沙特 阿根廷 孟加拉国等 扩充成员被认为将是本次峰会的重点议题之一 另外 印南非为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 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将在线上参加此次峰会 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代为出席 金砖五国市至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 这五个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到42% 另外来关心 离岸人民币兑美元 上个星期是扁破7.30大关 靠近去年创下的历史低点 而中共人行发出口头警告 敦促抛售美元 又公布大幅偏离市场预期水准的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不过随着中美利差持续扩大 化解预估人民币还有很大的贬值空间 在中国房地产商戒连爆发财务危机之后 尤其中国的贵州与南多个省市 财政是快速恶化 中国官媒才先往18号开始 一连数天以头条报道如何消化地方债 引述多方消息指出 北京当局已经准备启动规模 1.5兆人民币的发债融资额度 让地方政府能在较低的利息 消化地方原本债务 不过根据IMMF估算 今年中国地方政府累计的债务 高达66兆人民币 约289兆新台币 而中国当局发债1.5兆 根本是杯水车薪 而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等外媒引述 评论家分析 担忧北京当局频频向香港发出国债产品 试图转移港人储备 而香港的强基金可能被迫投入买债 成为北京当局筹水填债的目标 台湾环保署升格为环境部 外界关切探权交易议题 下节新闻我们带您了解 谢谢 快回来 台湾环保署正式升格为环境部 由刚协任中兴大学校长的薛富胜 出任环境部的部长 而台湾探权交易所呢 已经在8月初正式成立 外界关切探权交易 以及碳费磁法将是环境部的重要议题 第一阶段我们现在要推动的是 是对于碳排量每年超过2.5万吨 这些将近有500家的这个企业先来实施 环境部今天正式成立 总统蔡英文以及行政院长 陈建仁出席接牌仪式 而致此时都提到加速碳定价 针对碳费以及相关执法的时程 薛富胜表示会尽快公布执法 并持续跟企业讨论 期盼能够讨论出一个 让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碳费价格 另外轻能呢 是近年来各国进向发展的新能源 轻能载具也受到关注 巴西和德国共同研发一款轻能自行车 续航力可以达到150公里 渴望成为未来绿色交通的一环 巴西一家研究机构 近日发表了轻能自行车 使用轻能源作为动力 轻航力可达到150公里 由巴西和德国共同研发 现场也展示了生产滤青的装置 滤青使用再生能源 电解水制造出了氢气 是备受看好的未来能源 根据顾问公司麦肯锡估计 2021年全球有超过30个国家 公布滤青发展蓝图 不过目前滤青整体能源 利用率较低 电解槽的装置成本较高 所以应用范围仍相当有限 新唐人亚特电视丁雅纳综合报道 看靠明天8月23号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首先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登场 另外中华民国中央银行 发布五大银行新增访贷数据 进一步公布7月的工业生产批发 零售餐营业营业额统计 以及回答发布财报 以上是8月22号的 新唐人财经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沈卫彤 再会